今天和大家分享洗臉 未洗臉之前就订阅、分享、赞 今天这个背景很漂亮 其实看不到后面可能看不到 但我现在是在聚餐 我有时间和大家拍个影片 因为我都准备出街 但未够时间 我今天想和大家分享洗臉 你之前看过我另外的影片 也有提及洗臉 感觉上我会比较重视 其实也是 如果说到面洗得干净 浓的东西会好一点 而且干净一点 皮肤的质地都会好一点 相对来说 我用的产品也有几种 我看见到今时也算是很紧张 但我没有试过用洗臉仪器 可能之前有看过另一个影片 是Foreo的UFO面膜机的影片 我都有提及过我没有用过这些清理器 我之前也有想过去买 但我当时看的时候 只有一部Clarisonic的洗臉仪器 我觉得很奇怪 用刷子去擦自己 就算它很温柔 我都觉得很奇怪 我不太敢 第一 第二 又要换刷头 没有东西很大 所以我来说很烦 整件事情 我就没有办法了 所以我就 靠近了 去洗臉仪器 去做一些清理器 最近收到 Foreo给了一部相机 给我 就是我之前提及过的 Luna的洗臉仪器 就是这个很漂亮的粉红色洗臉仪器 其实有1、2、3代 这个是第3代 我不知之前的东西是怎样 它也有一些mini版 可以去 可能现在是Pelastication 我其实都没有想着拿来 但我又很恨用 Foreo有些奇怪的东西 就是它的东西我是会想用的 我不知道大家明不明白 譬如像是耳气 你觉得很烦 但你觉得要用 rather than 我是想用 所以好像上次的 UF面膜机 我也是想用的 因为它其实太容易用 对于我来说 又快 那为什么我想拿来用呢 其实一来我都想 都想着其实拍个影片 因为我都想用回 它去厕所那里 那第二就是 因为我觉得我用 它那个比我 我这里有些暗粒的 对了 都记得暗粒的 它第一天晚上 其实已经标了我两个 暗瘡仔出来的 白色的暗瘡仔 其实我用回它 这个再洗 其实已经没有了 但很明显 就是把我的污脏东西移出来 我觉得 在这些位置 我这个时候 其实不一定会有暗粒的 但也有暗粒出来 我觉得这两边的毛孔 好像是小了 脖子就没见到 太快 那我就觉得 那么神奇 还有可不可以用呢 我看过上网 其实是可以用的 有些人是早晚也有用的 但是它是否一个 Exfolation tool 也不是Exfolation tool 它是一个洗面热气 只不过我觉得 有些干一点的皮肤 其实都会去到的 你怎样都会比用手 我觉得 用法真的非常简单 又是拿去抹个APP 之后就不需要再用了 不像UFO那部 一定每次要用 因为你用它的面膜也要用 这个你拿起来 之后就不需要了 后面就有一个按键 按住它 按住它 就开始了 就开始了 好处就是 我觉得它一来细部 其实mini更细部 但我就把它这么大的拆口 那好像 感觉上 那个面是盖上多一点 而且它是直胶的 这个我觉得很重要 因为之前Clarisonic 那部 其实我有少少脚步 因为我其实经常 怕牙铲脏 所以我都 它是porous 它有孔孔在里面 所以它床菌是容易的 但是这个是nonporous的 即是直胶 它是没有pore的 即是不会藏到困 而且它很方便 它就这样洗水 就洗得干净 是的 很方便 我上网看过的 它有不同的 有不同的 combination skin 这个是normal skin 是的 用法就是1分钟 60 seconds 是的 1分钟 原来我上网听过 就是说 如果你洗脸 其实最好是1分钟 那当然你要自己洗 你就不会 都不会1分钟 但是这个真的 替你继续1分钟 我用是完全没有难度1分钟的 都想用 因为觉得会干净一点 例如这些位置 这些位置 这些位置 我都觉得是干净一点的 还有就是简单 就这样 下一些cleanser 直接下去这个位置 够地开机 沸一点水 湿一点水 那你就按 或者另一个方法 就是把它放在手上 emulsify 它 好像平时那样 放在面上 之后才用这部机 都可以 但我会觉得 有些cleanser 会好一点的 我试了几种cleanser 我觉得有一些 不好是起泡 即它不是 我那种太cream 可能 感觉上好像 没有什么 东西 起到 但我又不喜欢 用起泡的cleanser 所以我今次用了 这个cleansing milk 就OK 总之 我想要有少少 有少少泡 看到的 我怕会太过 怎么说 可能 我怕太有太磨力 但是它很舒服 不会有毛巾 其实是打完 另外一个功能 我看了上网 就是说 可以将一些 你用的cream oil serum 和你再深层少少 去按下去 我现在晚上也是 我洗完棉 之后 我要塗的东西 例如 serum oil 我就很快做一次 将它进去 这个感觉 当然不会很低层 但你经常听我说 那些东西的底层会好一点 就是这个原因 就是某程度 它是帮到我 下到一点的 我用了他们的 ser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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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serum 下了这个肌 按下去 我觉得真的滋涩一点 那天 我用粉 粉没有那么容易浮上 我觉得 都某程度 应该是有帮助 而且它有个massage function 它后面这个位置 它有一个massage function 就是app 就是clancing一个模式 然后massage一个模式 其实你跟他的app做 做了一个massage 你应该看 另一条影片就说 例如 Limbetic drainage 就是 当你去水肿 之后没有那么puffy 那些人会教你按摩 按摩 按摩 然后又不知如何按摩 按摩 下来 下来 有时候 那些人会在这些位置 或者说 现在要做这个动作 对 其实你可以跟着 其实就是这样 向上 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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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一帮你某程度 是把你那些toxins 那些不好的东西 排出去 那其实你的臉 就会相对来 没那么肿 没那么水 没那么 厚 尤其是 某几天 你之后会更厚 我觉得 这些Linventic Drainage 是可以帮到的 自己有时候我都会做的 人手做 始终我想肌肉会更好 而且一定要 加些东西去才去 要加些油 或者加些好一点的东西 creme都可以 但是不要干面去按摩 最好我觉得 如果你真的做 按摩的时候 最好是用油 对 用Face的按摩 例如Pamarilla Oil 一些好一点的油 对 然后就做一个 例如一个星期做一次 测测 或者是几天做一次 我觉得对面来说 清洗肝很重要 确定 确定 而且没有那么水肿 没有那么泡泡 这些位置 没有那么松 其实对于我们来说 都是重要的 对了 很简单 你去Foreo App 你选回Lunar 然后就Start 它自动去到这个页 可以选择60秒 1分钟 或者120秒 2分钟 强力 你自己选择 例如Sat 你每次都是这样 接着 这里就Start 跟它做 另外去Go To Massage 它有很多不同 可以选择 眼、颈、面 你选择 你选择 你这样选择 你跟着它走 就可以了 最重要是用油 所以非常简单 所以Foreo 我觉得好 就是有些东西可以跟着做 有时熟不熟手 我之前买过 有两个仪器 其实我不做 原因是有不同的原因 其中一个原因 第一步就是 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做 每次都是 这个位置 我其实就很烦 所以我觉得 这个 给你有些跟着 这个APP 都是好的 当然 再熟一点 你可以不跟都可以 你自己去做 但初中我觉得跟会好些 好了 到今天就是这样分享 希望大家喜欢 下次再继续分享